我的MagSafe配件分享 都上去拉出来直接可以用 它可以感应到跟它相对应的东西 然后把它稳稳的细住 Fanny 好多啊 它是可以拿来开瓶子的 哈喽我是个人 今天这一集用着iPhone 12 13 你们一定不能不知道耶 我的MagSafe配件分享 登登 好多啊 有服务我的应该都知道 我一上来都是用两台手机的 一个是Hawaii 一个就是iPhone 那我上个月刚刚换了这个 iPhone 13 Pro Alpine Green 这有一些是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 有一些是上网买的 有一些是捞下去搜刮回来 都是横刀包才分享给你们的iPhone配件 那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个特解 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完全不会用MagSafe 严格上来讲 他根本不懂什么是MagSafe 也不懂这个东西的存在 所以这一集就诞生了 你们一定要看完 收好了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What is MagSafe? 其实它就是Apple独家的一个磁机技术 这手机的充电线周围有一圈的磁碟 它可以感应到跟它相对应的东西 然后把它稳稳的细住 甚至说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OK正式开始 Step 1 手机壳 手机壳我就会把它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普通的 一种就是MagSafe的 这样我一上来都是用它们家的手机壳 Rhinoshu 看我有Gadoff哦 我多到 这里只是一部分吧 我家里还有更多 可以摆个路边摊了 有没有发现多数是透明壳咧 我自己很喜欢用透明壳 因为可以看到机身的颜色 但是我外面的透明壳真的是很容易黄 一下子就黄了 唯独只有Rhinoshu加它们的壳 真的是用很久 我用了好几个月它都没有黄过 所以我一直就推荐给很多朋友 也推荐给你们啊 所以这些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种普通的透明壳 都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面买到 那如果你是用在iPhone 12跟13系列的人 这样就好玩了 因为Rhinoshu它们出了新的支持MagSafe的收集壳 很好认 你看上面这个有一个大大的圆圈就是了 有了MagSafe 这个乐趣就多了很多了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你用所以 有啊 那它们的透明壳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是无论你是不是MagSafe还是不是MagSafe哦 除了不会变黄之外 你还可以换不同的镜头框 有很多颜色 你今天想要换这个也可以 换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普通透明壳我们就不讲啦 我们先专注讲MagSafe的壳 登登 OK 我们现在先把它兜上去 兜不上了 等一下 登登 接下来但凡是MagSafe的东西都可以吸上去 尤其是MagSafe compatible的 会吸到更加稳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能吸到多稳 我们好不容易自制了这个东西 一罐饮料 这个这个是325ml 而且是玻璃瓶盖的 因为有Moto自己去KK part试试看 对 你们自己去KK part试试试 OK 我们试试看啊 我们掉上去啊 听说Rhinoshu的这个MagSafe壳 它是比Apple原装的 更加强性力两倍的 我们看看 因为我有原装啊 我们try了这个 我们再去try那个原装 这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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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喝酒了今晚 你的手是不是压住那个盘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这样子 看到没有 OK 我这样拿旁边 稳一下诶 这个是原厂的Apple的MagSafe壳 我们try看它能不能也做到 来吧来吧 OK 它声音听起来很弱耶这个 诶 也是可以啊 诶 我还没有摇诶 写到一次机会稳稳的上来看 稳稳不要动是可以的 诶 有稳嘛 我稳稳了 OK 轻微轻微是可以的 可是要安静感 第二步 Step 2 就是可以开始连各种磁吸的配件上去 这边建议你们用Apple官方的 或者怎样都要有MagSafe Compatible 不然有一些第三方的他们可能不支持啦 第一个就是我最近用很多的 Magnetic Power Bank 老厉害我忘记哪一间店买了啦 反正它就是颜值稿 不用Cable 兜上去就可以直接开始Charge电了 看哪 看到吗 Charging 马上开始Charge了 它这个电量是10千 大概就可以Charge2到3次左右啦 就算说你丢进Bag里面 它都不会分离 然后如果是你不要带Bag的话 你直接这样子拿着走 一边走一边Charge 其实也是很方便 第二个就是磁吸卡包 MagSafe Wallet 我不懂为什么我买了两个 这个呢就是Apple原装的 看到这个中间大大个logo 你们一开就知道不便宜 这个要269块 左边这个呢就是非原装的 这个就便宜一点 99块就买到了 那我自己平时不想带Bag出去的话 我就会用卡包咯 就兜了上去之后呢 就可以塞两到三张的卡 里面你们就可以放个IC license 或者是touch and go card 什么都可以 就刚刚好那个size 原装的好事就是哦 只要你一跌上去了 手机马上就可以detect到 然后你就可以加入Find My系列里面 只要它一离开你身边 它就会马上通知你 那非原装就不会通知你啦 第三个 磁吸charger 因为现在iPhone马来是不送charger 所以你们可以直接就入这一种的 回到家之后 你要充电就直接detect上去 就可以开始用了 无论什么角度都可以detect到 而且就算黑黑的时候 也可以seed到准 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 也可以一边充电一边打game 都不会挡到手指 第四个 这个就是平时Bassamon 我们看到的那种i-ring用途 差别就是哦 它是磁吸式的 一吸就上去了 然后什么角度都可以 打开 是手机支架 可以站 这个软环拿出来可以放手指用 最绝最绝的地方是 你们看到 还有刀片吗 它是可以拿来开瓶子的 我绝对是看中这个功能才买的 超绝就是 热场小技能的感觉 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它会比较割手一点 就是当你拿着的时候 嗯 OK 最后一个也是我最喜欢的配件 Rhinoshow的MagSafe固价 英文叫做grip 它不是普通磁机哦 它是有超强激励的 MagSafe兼容手机架 差别就是哦 磁机会稳很多 就是你粘了上去 你不用怕它会掉 会拖下来 那市面上 MagSafe兼容的grip 是比较少见的 Rhinoshow就是其中一个啦 它是有两个size 看到吗 小的grip mini就是这样小啦 适合iPhone 12 13 大的grip max就是这样大 适合Pro Pro Max 但是只有大的 才有MagSafe版本啊 小的是没有的 它是有粘性的那一种 可以粘在手机本身 或者是手机壳上面 随喜还可以重复用哦 喜欢他们家 顾价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就是MagSafe真的很稳 它不会阻异的 也不用担心那种用久了 会不粘慢慢掉下来的问题 就算是粘贴板的grip啦 粘到也是很紧 但是我又不会不好拆下来 兜上去拉出来直接可以用 打直可以 打痕可以 奇怪角度也是可以 整个是可以feel到 Rhinoshow的招工是好的 不用的时候 收回去 完全不张位置 也不会过后 不当手机架的时候 还可以解放手 躺着看戏就这样子勾着 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们家的grip 很多battle 都到完全你是不懂要怎样去选的 有plane的 有动物的 有动漫的 各种花花大自然的 还有卡通的 跟他们手机可是一样的 你要什么battle 它就有什么battle 那我现在用着这个动物皮皮 不觉得就很可爱呗 而且听说他们家的grip 就是走环保路线的 BPA free 然后85%都是用可回收材料制成 说年轻款的Rhinoshow grip 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 都可以用在iPhone或者Android上面 唯独是MagSafe款的 只可以用在iPhone 12、13 或者是接下来的Saxe上面 想买的话 我是直接去到Rhinoshow Asia 亚洲官网上面下单的啦 我会在Decision那边放链给你们 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设计 你们可以慢慢选 多到有选择困难症那种 加上iPhone 14 诶这个是13 要来了嘛 所以哦 这个MagSafe功能 Confirm Plus Shop 一定一定一定会出现在14上面的 Rhinoshow这次也是同样 会推出很多14相关的产品 所以你们可以多多逛他们的官网啊 或者是IG那些 好心机就是时候要买好的accessories了咯 好了今天的iPhone MagSafe配件就分享到这边啦 以后你们想要看任何私家货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考虑要不要拿出来